养了十年三角梅,我总结出了四个开花攻略,太实用了。 三角梅这一美丽的光花植物,以其丰富的花色和优雅的姿态,一直深受花友们的喜爱。 然而,许多人在养护三角梅时遇到了开花难的问题。 作为一个有着十年养护经验的三角梅爱好者,我总结出了以下四个实用的开花攻略,希望能为喜爱三角梅的朋友们提供帮助。 攻略一,选择适合的品种选择适合自己养护环境的三角梅品种是关键。 了解各个品种的光照、温度和湿度需求,选择适合自家条件的三角梅。 一般来说,矮生型三角梅适合室内养护,而直立型三角梅更容易开花。 在选购时,还要注意选择生长繁茂、叶片鲜绿、无病虫害的植株,为开花打下良好基础。 攻略二,合理施肥三角梅的生长和开花需要充足的养分。 春夏季是三角梅的生长旺盛期,此时应选择富含氮、磷、钾的肥料,并每隔两周左右施肥一次。 秋冬季则应减少施肥频次,避免过度施肥造成损伤。 为提高三角梅的抗病抗充能力,可尝试使用含有微量元素的肥料。 攻略三,科学浇水保持适度的湿润环境,对三角梅的生长和开花至关重要。 在浇水时,要避免过湿或过干,保持土壤适度湿润。 夏季高温时应增加浇水频次,但要避免积水,防止根系腐烂。 选择早晨或傍晚进行浇水,避免在日照强烈时进行,以免水滴在叶片上造成晒伤。 定期喷水可增加空气湿度,有助于养分吸收和保持叶片光泽。 攻略四,科学修剪,适当的修剪,能激发三角梅的生长力和分支力,促进开花。 在春季生长旺盛期进行适度修剪,剪除老化、枯黄或病虫叶片,保持植株健康。 对于生长过于茂密的部分,进行整形修剪,使光线能更好地照射到植株内部。 留意花芽的形成位置,避免过度修剪,影响花芽生长。 科学合理的修剪,有助于形成紧凑而丰满的株形。 为三角梅的开花创造良好条件。 在养护三角梅的过程中,还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上述攻略。 每个三角梅品种都有其独特的生长需求,因此观察和了解你的三角梅是非常重要的。 通过细心呵护和科学养护,你的三角梅定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, 为生活增添一份自然之美。 希望这些经验分享能帮助到更多喜爱三角梅的朋友们。 愿你的三角梅在你的精心呵护下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 让生活充满自然之美的气息。 让我们共同享受养花的乐趣, 见证三角梅的花开世界,感受生命的美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